大家好,Peggy 敬佩老師,我跟大家見面 話說上一集,上一條影片是講減榜168 大家應該要看看是否和大家一起減 還是大家奉行這個方法去減 今天不講一些自身的生活 再講音樂 最近也有朋友問我,不如你又說一下你怎樣看現在的樂壇 是否我們現在有個中興呢? 即是我們歷史都會這樣說,甚麼知智,甚麼中興 是否有一個小陽春 還是現在是一個轉折期 因為我經常說八運九運,九運是興中女 八運就興少男 我跟大家說一下 在說之前,大家要like這條影片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多謝我現在的駕駛 有耳環和所有的服飾 今天其實是穿短裙的 讓大家看一看 就是他們有十四間分店 在哪裏都有的 珍珊咀、佐敦、尼瑪第一、元朗大物路都有 大家記得選擇衣服 Casual Wear、Smart Casual和商務服裝都有 為甚麼會忽發其想說這個題目呢? 話說景哥金曲就是最後一集 算是四十多年了 我記得前幾天才跟朋友說 在景哥金曲的年代 尤其是八幾年最興盛的時候 很記得貴選 每一季都有貴選 每一年都有總選 有《最受歡迎男女歌手》 有《阿泰區最受歡迎男女歌手》 《金曲之中的金曲金獎》 很多有機會是音樂人 都會上去講很多 一些作歌的心目歷程 我很記得那時 還在用錄影帶 工作人員會去我家拍的 我很記得有拍過 例如《媽媽》 《媽媽》是《殘民門》的首歌 我是作曲的 又會講一下首歌的來源 怎樣來 又有講一下《死性不改》 那份詞怎樣來 是講一些年輕人對感情 又或者對很多不同的事物 那個執著和堅持 所以《死性不改》的概念是這樣的 所以我很記得 《景哥金曲》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音樂性的節目 而且也是挺有意義的 因為當時 我記得當年 是《除了《勁歌金曲》 另外就是《翡翠音樂幹線》 這是很經典 為什麼呢 因為晚上幾點才開始播放 整個年代不同了 我們以前在住宿舍的時候 晚上出來吃宵夜的Pantry 就是看《翡翠音樂幹線》 又或者 新地新地 但如果大家不知道什麼年紀 你可能都會知道 新地新地帶 星逢星期 有些歌手會去講一下他們的 在拍攝的歌等等 所以最主要的 看電視的媒介 我們的節目 音樂節目就是有這三個 和我 但因為隨著年代不同了 大家的選擇多了 現在譬如我女兒她十七歲 她都不會看電視 我們以前是會一窩蜂去追一套劇 一窩蜂去聽那個歌手 那一陣子真的挺集體 一起做的 但現在就不同了 就是各式其式 可能我媽媽在看 她稱Youtube為箭嘴 可能聽一些老歌的串燒 去聽許冠傑 那麼 小朋友她可能在看動漫 聽動漫的歌 可能是日本的歌手 還有Lisa 然後她喜歡看跳舞的歌 就是Blackpink 那有些會看 很喜歡香港的MIRROR 喜歡看跳唱 有不同的新進的歌手 Serena等等 另外一些也會喜歡 嚴明熙 因為有一個新的G-Han 也有一堆中年好色音的Fans 那我問裡面 我上次就說了 剛剛《天帶之音》 是否兩個 最近就是隆亭和Gigi 那我也說一下 其實在這個大家 所謂的中興 可能大家 我不知道是不是入九魂 大家流行的東西不同 根據軟學的角度 那我覺得其實有很多的選擇 都是現在覺得是好聽 還有音樂性也是很強的 那當然我們經常都說 每一個年代流行的東西都不同 我們八十、九十年代 很多英俊、英俊 一出來通常都是做玉女 玉女那時候流行的 譬如寶麗金小花 有少女標本、雜誌 有Cookies 很多不同 Twins 那到現在 我覺得音樂的Quality 都很重要 尤其是歌手的質素 是用來衡量的 那我今天都想說 暫時在這個階段 我覺得中興 如果大家都是這樣說的話 有哪些歌手是值得留意 還有我覺得是 好到大家會 在這麼多娛樂的選擇裏面 會把眼或耳仔 停留在他那裏呢 第一個當然 一定要看的就是 嚴明熙 由去年 因為是前年 前年聲夢一的時候 是把我們 彈多了一個焦點 原來 唱腔是可以這樣多變的 還有 十幾歲 原來是 有四個我們叫After Class Windy Ayumi 她加上Chantel 是可以 有這麼清新 令人這麼開心的感覺 少女 Gigi是Unspective 這麼 越來越唱得好 已經是生日雲心的了 那些滋鹽粉 是會不斷弄她的歌 那一路我都 其實都經常說 Gigi 那如果你說她 代表作 我覺得 可能是第一首 《真話的清高》 大家認知到她是誰 但我覺得最近的 金曲來講 很想約你 我覺得是最入屋 和最容易感動 和是令到她的看口 加了一些很輕鬆的感覺 不是說 去突顯唱功那件事 反而這首都算是很突出的 最近也可以看好她很多 譬如 在錄音室 勾了一條音樂 錄開清唱那種 另外就是 最近我覺得她的看口 在現場唱的時候 有些改變了 是再 隨性一點 再自然一點 大家可以聽聽她 剛剛 和阿里亞勤前輩 唱《合九必分》 演唱會做嘉賓 很柔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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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想知道 怎不知到 我從未討厚 全都很柔軟 我又想知道 我又想知道 我又想不到 再唱耳音 為什麼會覺得他這陣子很輕聲 很自然地去唱 沒有那麼多玩的 沒有那麼多顯示的技巧 還多了感情 這是其中一次的看到 這部分反而用力了少少 其他部分也是很有 我很記得最早期 有些留言就是 他會咬咬的聲音 他就是這樣 但是經過了聲心不息的 那個訓練 那個經驗 現在覺得已經可以很隨心所讀 就是聽他唱歌 是很自然地的技巧已經 在裏面的人體 所以隨時用這些 有時用這些 又不需要用就不用 最近除了這些手我聽他唱 例如《好想約你》 我特別是幫我出去看 都是很自然 尤其是很想約你 那些很漂亮 又很可愛 又想約 我每次聽他都覺得 都很舒服 而且很想跟他 不斷動 這個呢 大家都 憑你們的留言 都覺得大家是很開心 為什麼 因為出現了熱鳴戲 出現了熱鳴戲 我們不要說他是 妹仔接班人 因為有很多妹仔的粉絲 他都未必同意的 但是我覺得是其中一個 我就說 現在好像中興了一樣 其中一個 好吃得留意的 我受理 另外一個 我覺得是 Jean Lee 為什麼呢 其實我沒有想過他的變化 可以這麼大 他轉了唱片公司 之前其實他唱Live 都是好聽 我看到 我有看到他唱張倫哥哥的歌 另外就是 他本身 已經是一個很勤力友 一句廣東話都不懂 可以唱到好像Lative 那樣 就是在音樂那裡 他的演繹很好 尤其是當他去教導 聖鳳班學員的時候 他往往都是很好成績 證明他一定是做到 真的Water Talk 做到 我很欣賞為什麼呢 他突然間 他轉了 那個形象 是金頭髮 他跳舞 我覺得很 很 很新鮮 很突破 嗯 而且他唱得到 這首班戀者 是一件小事 我覺得他 好像增減都唱得很好 很新鮮 整個曲風的風格 我覺得是都轉了 一聽就有Ti Ma的感覺 Ti Ma出色的一個 聽曲人 更多都是很流行的 聽到那股脆一點 不知為什麼 感覺到 是想起當時 林憶寧前輩 一路 越來越Pop 到注視 和關注 和看口很油人性很高 感覺到Ginnie有那種氣勢 加油 我們說中興 當然有女的 有男的 MIRROR當然 在這幾年 真的很流行 我最記得 我首先欣賞的 第一首歌 是BOSS 我看了幾次 除了看他們拍的MV 他們的舞步 另外編曲也很有注意 比如Edward Chan 等等 另外就是Anson Lo的舞步 我有看 Megahis Stranger King Kong 也有其他 Jeremy 姜濤 Ian 等等 突然間沒有起MIRROR 都令到大家覺得 嘩 我們 年輕的新一代歌手 會不會有機會 衝出香港呢 那真的呢 第一首歌 這件事呢 令到香港是可疑的 本土的音樂 我們以前本土的電影 就走了去韓國 可以出去日本 整個東南亞 亞洲都是很熱的 而MIRROR這次的第一首歌 我覺得做得都不錯 是交到功課的 我們不要說要一步登天 看到歌手一定是要有不斷的進步 反而是重要的 還有 他本身有一個吸引力 有追隨著一定的Follower 喜歡 即是經常說 歌手都有他 或者是偶像 都有影響力 如果他的影響力自己做得好 都可以將自己的影響力影響其他人 例如一起去做一些Charity 做一些善事 其實對社會有比憶 都可以代表香港 去香港的音樂 帶出去 接著就是要提一下龍亭 龍亭的另一個選擇 就是我們中年好聲音的捧場客 都很喜歡一把 令到他們聽起來很強的聲音 就是龍亭小姐 我覺得如果你說阿彈中氣 不可以不說 中年好聲音 很多都唱得很好 也都可以 我想告訴大家 我的後台 YouTube後台 觀眾的統計 這個40至60歲的範圍 都很多 原來 即是說 其實需求很大 就是要想聽歌 可能是重唱一些經典的歌 令大家recall 以前的年代 又或者是唱新歌 都可以 雖然中年好聲音 就過了段落 但演唱會 適合完了 電視都未播 另外阿龍亭也有很多live 還有很多現場的演繹 還有很多現場的演繹 這個是兩天前的 是好聽的 這個是彩排的 是好聽的 他那個遲遲的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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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的樂壇就是很多人去聽他們想聽的東西 不是全部集體去聽同一類的東西 另外還有其他幾個我想說 除了龍亭 賢明熙 MIRROR GIN LEE 我覺得當然有MC張天賦 這個是我大概在一年前還是兩年前 可能一年前說幾億年的時候是很喜歡的 接著就是最近的《老派約會之必要》 我上一次也有說過頒獎來的說唱得很好 那個沒有詳細這樣說 我發覺它開始轉變它的曲風 又可能比較POP 就加多一些R&B的元素下去 我不知道你上次有沒有看過我的影片 那不如去看看 這次聽到現場 還有一個Key 其實挺難聽的 要很輕的聲音帶 就要很實地托字 要不然就有POP 沒有Focus 這個我覺得也是那句 比起幾億面我覺得容易唱一點 但是那個Feel也很重要 如果唱不到那種前世的感覺 因為有些中樂在那裡 看回MV都是有些古代的畫面 復古那樣 要唱得到那種Feel 我覺得已經冒起出來 除了張謙富還有曾美特 也是很喜歡的 另外就是我上次有說的Joyce 還有鄭欣怡 還有其他很多的彈出來 有很多東西聽 其實大家想聽什麼 就去選什麼去聽 你說《警惡金曲》就結束了 好像年代結束了 但我覺得結束了 又會有另一些節目 會影響回潮流 我覺得也不是壞事 你們覺得呢 覺不覺現在我想說的 是Octan轉變當中 但也有一個中興的狀態 你們又喜歡什麼歌手 你們聽過什麼歌 留言告訴我 讓我跟你們一起聊聊 好嗎 又或者有什麼題目你們想聽 你們留言給我 讓我跟你們說 好 拜拜 下次見 Thank you